通關後不少人都會計劃去旅行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心臟科專科陳其韻醫生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心臟病患者去旅行需要注意什麼呢? 陳醫生你好 你好,Phoebe 首先想問一下心臟病患者或三高人士合不合去旅行 或者去旅行之前應該要準備什麼 三高患者當然可以去旅行 其實我們都等了很久了 終於都可以放鬆一下去旅行 其實三高的患者或者心臟病患者 其實他們絕對是可以出去旅行的 不過去旅行之前 可能就要看看自己的病情控制好了嗎? 他吃的藥究竟是不是好 要跟醫生說他們自己的病情是怎樣 或者他們的行邪是怎樣 總之就要跟醫生聊一聊 這樣對他們自己的旅遊 那個保障就會大一點了 明白 那有沒有說其實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很嚴重的話 其實是不適合去旅行的? 一般來說 其實三高病患者 或者心臟病患者都會有弱性的 或者可能他們都是需要 要做一些生活上的協調 令到他們的病情值得以控制的 那我們說回呢 其實沒有說絕對不適宜去旅行的 當然如果他在旅行之前 發覺自己已經有一些臨床的症狀 譬如有明顯的心交痛 或者走幾步路就已經氣喘不夠氣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要諮詢了醫生的意見 做了適當的檢查 聽一下醫生說 他的身體現在又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才再決定是否繼續去旅行的 否則其實如果他的身體可以的話 去旅行之前 對齊自己要用的藥物 帶齊有足夠分量的藥物 甚至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叫醫生設定一封醫生信 信的內容是可以說明 他們包括患上的什麼疾病 何時復過診 用過什麼藥 甚至如果做過手術 例如譬如做過通波仔 譬如做過心反手術 可以標明著名在哪一年做過什麼手術 放過什麼支架 甚至有什麼心反換過的話 那對他們的行程就會相對有保障 其實最重要就是先諮詢了醫生 那有沒有說去旅行期間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譬如不可以吃太多什麼 或者吃藥的情況應該是怎樣 首先說到吃藥 一定要記住 藥物一定要帶足的 因為我們回望過去兩三年 行程、機票或者航班 會突然間取消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保自己 一定要帶足藥物 而且千萬不要自己立暖去停藥 因為以為停幾天藥就沒有問題 其實是大錯特錯的 有些藥在沒有醫生的支持之下 是絕對不可以亂停的 譬如血小巴藥、薄乳藥 甚至糖尿藥、膽固醇藥 都是不可以自己說停就停的 但是你出到外面 你說叫他不吃東西 是不可行的 那我們去旅行玩的 計故自然要去吃東西 要去不同的餐廳 要去試試當地的美食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他們自己本身 患有什麼問題了 譬如說他真的有糖尿病 或者膽固醇膏 去到外地都儘量適可而治 一些很明顯 譬如糖尿病 很明顯的甜食 過量的碳水化合物 都不是太適宜過 有膽固醇病的患者的話 對於一些很高油脂的 一些很高的動物性脂肪 或者海鮮類的話 我們都要小心 我們不能夠進食過量 因為我們在餐後 我們會知道 當你大餐一頓之後 其實身體裏面 就算有身臣代謝 正常也好 膽固醇的治標 都可以很快地提升 當你一頓接一頓的時候 整個行程完結之後 就會發覺自己 可能在膽固醇 或者血糖水平的治標 就會大幅提升 那你有沒有說 譬如香港 我們冬天 譬如我們去夏天 去泰國這樣的地方 那個溫差這麼大 會不會對它們其實都有影響 嗯 說得非常之好 Phoebe 溫差 其實絕對對心臟 對血管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突然間要去一些很冷的地方 或者一些很熱的地方 譬如泰國都未雪夜 譬如要去非洲 要去沙漠的地方 這樣就會很熱 譬如突然要去滑雪 要去北海道 要去歐洲去滑雪 要變得很冷 那所以呢 去進行一些活動 旅行之前 如果去一些比較極端的地方 極端冷 極端熱 或者極端的體能的消耗 譬如我們高原的地區 或者平時都不是很習慣滑雪 三年都沒有滑雪 突然間要上雪山 都是體力上會消耗得很多的 那你都要注意了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一定香港人都很喜歡去的 就是去日本浸溫泉 那溫泉也會牽涉到很大的溫差 那如果自己體能上不行 或者心臟本身已經有疾病 要長期復藥的話 那我們都是要小心的 可以不浸就不浸 或者要浸的話 我們要控制時間 另外就算年輕人也是 我們去玩機動遊戲 要去一些主題樂園的話 還有心臟病、血壓高 那我們都要非常之小心 如果沒有必要玩的 不用勉強 那有沒有說 其實多不多三高人士 去完旅行回來之後 那個指數又變得有點偏差 多不多 嗯 陸陸陸陸陸 香港人都開始外遊回來 過去那兩年其實就不太覺得 因為大家都可能在疫情之下 都是在香港養飲食食 但是開始通關 或者開始有航班去外地旅遊 慢慢的 就是患者就開始回來了 那他們回來之前 都不敢馬上抽血 那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叫他回來 他都不回來 又想等多一會兒 才抽 但有時等他兩三個星期一抽 其實他指標都還會是高的 因為呢 回到來又不代表他 立即有做運動 或者足夠去消耗 他之前進食過量的卡路里 或者是膽固醇 那所以這段時間 都會看到 在外遊 無論他是歐洲 日本 哪裡都好 回到來的指標 都留得比他過往 可能香港很悶 或者是很謹慎飲食 都留意高一點 要不要說呢 其實 我一直控制膽固醇 控制得很好 我突然間去旅行 我吃一餐而已 真的一餐而已 那那個 會不會說 令到他的膽固醇 突然升得很高 或者他們應該注意些什麼 就算你不去旅行 今晚吃一餐厲害的話 都足夠可以令到 譬如三酸金油脂 之後的壞膽固醇 都可以很快速地提升 所以 其實無論是本地也好 在外國旅行也好 你真的要吃一餐 但是你真的要很謹慎 去衡量自己身體 是不是真的成熟得來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桌面的食物 你未必真的覺得它裡面很油膩 或者有很多膽固醇 其實食物自己本身 譬如說海鮮 譬如麥魚 蝦 都可能裡面有很多膽固醇 而是你覺得吃一隻兩隻 是不覺得的 好了 就算你吃了一餐大館 不要緊的 你記得提醒自己 你要消耗它 譬如你做適量的運動 大養運動 去增強自己的新陳代謝 但是最麻煩是去到外遊的時間 你餐薄餐 一餐又說戒口 吃完一餐又說戒口 然後第二餐又說好吃 第三餐都想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問題就來了 當你一路累積的時候 是消耗不止 但是回到香港就有機會出問題 甚至可能外國也有機會出問題 那有沒有什麼提示 幫一些很喜歡去旅行的患者 怎樣控制好三高的問題 我想我們今天要看的 除了去外遊 要控制三高 其實發覺現在公幹的 即是香港人都多 總之我們感覺上 從現在開始 無論要是因為旅遊 要來香港 或者要公幹 要來香港的話 其實他們都要面對 他們自己病情的控制 藥物的使用 那這樣 那提示就是 第一都要跟他自己 本身跟開的 譬如深藏科醫生 或者家庭醫生 以後的雙藥糧 看看病情藥物的使用方式 甚至可能在膽庫上 譬如膽庫為例 在膽庫上的用藥方面 可能會跟醫生聊一下 有沒有一些比較簡易的方法 因為除了口腹藥之外 可能有些患者 可能要用到膽庫上針的注射 那這樣 我們都可能要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是否要調止一下 注射的頻率 可能要換過一些 即是不同類型的針藥 去幫助他 在未來這一年 無論在外遊上 公幹上 去更加合適他自己的需要 現在市面上 去控制膽庫上針劑 我們可以分為兩星期打一次 或者半年打一次 視乎他身體需要 以及行程上的需要 兩個星期就會比較忙碌 有時候他未必想帶著針 周圍去 半年一針就會簡單方便 可能會適合他自己來 今年的行程 明白 那還有沒有什麼重點 即是特別他們需要注意的事情 即是剛才沒有提過 首先一定要保持身體健康 平時香港 我覺得已經有很多地方 好喝好吃的了 所以提醒自己一定要 即是低一高 低鹽 低糖 低油 高的就是高纖 平時一定要做好運動 大氧運動 不需要做好誇張多的 每一個星期日 能夠分到三至四日 做30分鐘至15分鐘的大氧運動 或者生症的運動 其實已經非常之好 如果本身已經有疾病在身 有長期平衡在身 你記得就不要怕見醫生了 多些見醫生 多些商量一下身體的情況 或者外游的需要 是相當之重要的 各位三高的人士 尤其是接下來要去旅行 或者公幹的人都要注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